嗨 我是悠悠 今天是一支超临时的影片 因为我刚刚收到 我朋友从重绳寄过来的包裹 虽然是小小一箱 但是我突然想说 因为最近也都没有拍什么开箱影片 而且刚好我台湾的家人 前几天也有寄一些东西过来给我 就想说好 那不然就一起做一个开箱的影片 但其实收到的今天 收到包裹的今天是小年夜 原本我这个重绳的朋友 是要来北海道找我的 但是因为现在冲绳是紧急事态宣言 所以就只好先取消 其实我们都蛮失望的 因为他预定要来找我过年的这几天 其实我们也不是打算要去哪里观光啦 就是纯粹是因为过年期间 然后我们都是住在国外 就是会觉得过年嘛 比较孤单 然后他只是想要来这里找我 然后跟我一起耍费个几天 至少过年是不孤单的这样子 可是最后还是因为考量到 现在冲绳因为是紧急事态宣言 所以暂时就先取消了 不知道他大概会寄些什么东西给我 因为他有大概跟我讲一下 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隐藏版的 大家收包裹的时候会这样子吗 明明就是知道说对方会寄什么东西给你 可是心里又会有点期待 你看会有什么隐藏的隐藏式的零食啊 什么之类的 这边 冲绳来的 冲绳他会寄什么东西给我啊 先看一下 诶 这是什么啊 好像是茶包诶 冲绳的传统茶 是什么茶 加斯敏 哦 茉莉茶 很好诶 我最近刚好很喜欢喝茉莉花茶 哦 他的茶包看起来红红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红茶 结果是茉莉花茶 是我喜欢的加斯敏 耶 再来 胡椒眼 因为上次他跟我说 有一种胡椒眼非常好吃 然后那时候他推荐我去买 我在超市找半天就是找不到这个胡椒眼 所以他这次就直接帮我寄来了 听说这个很好吃 很像台湾的咸酥鸡 下次炸东西的时候来用看看 然后再来是这个 这个大家知道吧 这冲绳的名产 这个很有名诶 那个紫玉的 紫玉塔吗 这个可以给 想看他们家人 下次可以拿给他们吃 再来是 好怀念 这个是 这应该是 因为他朋友可能最近 也有从台湾寄东西给他 然后他就寄了给我钱 这个老人钓鱼的这个标志 也太怀念了吧 鲸鱼罐头 大家吃这个都怎么 都会怎么去调理他 他是 我朋友是跟我说他会煮意大利面 可是我们家好像 不会把它用 拌在意大利面上 通常都是煮一碗白粥 就是煮一锅白粥 然后直接配 这个 鲸鱼罐头 然后再来是 沖繩的酒 檸檬酒 还有这个 像荆棘的 虽然我不喝酒 这个给想太 还有什么 血盐的 荆棘的 好 再来 这个我知道 他有跟我说 这是金兰酱油膏 他说他割爱给我 我说有时候买皮蛋来吃啊 还是 还有什么 做蛋饼的时候 就可以加酱油膏了 因为日本没有酱油膏 耶 谢谢 讲到这个我就很想爆料一件事情 Faby不要打我 Faby说 他之前请他男朋友给他寄 香菇口味的酱油膏 他就超生气的 他说 为什么一个酱油膏不能好好寄 为什么要选香菇口味的 不能选原味的吗 好啦 这是一个小插曲 不小心爆一下他的料 再来是这个 耶 我超爱的一枚小泡芙 而且是巧克力口味的 童年的回忆 还有这个是 苏打饼干 太和店 这也是台湾的耶 但是我没有吃过 大家有吃过这个吗 它是微麻辣口味耶 因为我超爱麻辣的 就是所有任何食物 只要他写上跟麻辣有关 我就会 脑波变很弱 无法抗拒 然后我朋友就说 这个好像蛮好吃 它是麻辣口味的苏打饼 然后再来是这个 统一的 葱烧牛肉泡面两包 好 OK 开箱完成 真的娜姐的时候 我跟她也有交换礼物 因为现在 住在国外 而且又碰到过年期间 就是会 特别想家 特别想家嘛 然后 对啊 其实就是藉由这样子 寄 互资的方式 就是可以让我们 稍微吃到一点家乡味 就觉得很感谢 ありがとう 然后再来就是 要给大家看一下 前几天 我家人 寄给我的包裹 里面有一些 比较 我自己 私人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 给大家看 我原本并没有要 拍这个 台湾的这个包裹 但是 想说 刚好也有一些东西是 可以拿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也是住在日本 然后你不知道 请你家人 寄什么东西 过来的话 可以当个参考 我家人其实额外还加一些 隐藏的名单给我 统一肉罩面啊 这个寄了五包给我 这是我请家人寄的 因为最近真的太想吃统一肉罩面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也都会托家人买吧 威力炸酱面 然后巧克力派 这个也是我每次只要有人要寄五支给我 都会 必 指定的 一定就是这个 巧克力派 因为我很喜欢吃 它里面是棉花糖 QQ的口感 再来就是 我家人其实蛮可爱的 他在里面放很多 各式各样的隐藏版 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交代东西 但是寄了很多 让我超开心的 就是隐藏版 第一 就是这个 鱿鱼丝 好久没有吃鱿鱼丝 麻油味的 其实这个我没有吃过 大家知道吗 五目 然后它是 麻油蒸菇味的汤面 再来就是 这个 豆干 其实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买来吃 我从来 应该是从来没有买来吃过吧 可是我不知道从 我最近就超想吃豆干的 然后就请我家人买 而且这其实里面我打开吃了 吃了一包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像这种的 这种比较湿湿的豆干 这个 而且我没有说我要什么口味 然后我家人就直接买对了 经典 沙茶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次 我也一定会 请家人买的就是这个 这个麦皮沙巧克力 两盒 它虽然很甜 可是我真的觉得它超好吃的 还有茶叶两包 这个可以自己泡 自己泡成奶茶 因为被害到牛奶又好喝又便宜 然后最后是一盒蛋卷 这个蛋卷里面有五包 然后我已经拆两包给小太太妈妈了 因为她妈妈很喜欢吃这个 这样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物资 因为现在已经小年夜了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可以过得健康 开心顺利 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稳定下来 感谢大家 让我们收看到最后 米哥 你要不要跟大家拜年 好啦好啦 算了算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了 拜拜 这个章鱼角都可以 大到可以当棍子了 让你们看一下牛奶有多便宜 在海盜的牛奶 大到现在要转发了 一边比较内宜 才是兽兽了 大到有什么东西 请看北京